今天漫游觸覺來到尖沙咀 這個法定古蹟 它以前是一間學校 不過現在已經成為 古物古蹟辦事處的辦公大樓 有過百年歷史的 法定古蹟前九龍英童學校 是本港現存最古老 為愛殖人士子女而設的學校建築 來到參觀 我看到門口有兩條樓梯 可以介紹一下嗎 你可以看到 這個建築物前方的正門 有一條樓梯 你就會留意到 其實我們背後上 就是香港天文台 其實是一個山腳的位置 當時建築這個建築物的時候 設計師當然也有一些心思 所以我們要依照這個山勢而興建 所以這裡建了一個小小的平台 但它也不想那麼單調 所以就用了一個雙合式的樓梯 一進來是從左右兩邊走 但可以去到同一個平台 整棟的建築物 還加入了本地的元素 為了配合香港比較炎熱和潮濕的 亞熱帶氣候 這裡建有寬闊的遊廊 高樓底 以及長方形綠色白葉窗 增強通風效果和遮擋陽光 整棟建築物的建築風格又是怎樣的呢 當時是比較留下一種新古典主義的建築 最重要你會看到的當然就是用紅磚起 但建築師也用了很多白色的色線去裝飾 凌成了一個紅白之間的對比 另外不同的位置也用了不同拱形的裝飾 例如有些尖拱 也有些比較特別的 好像一個肩膀形的一些肩形的拱 走廊上大家可以留意到 有些扶壁的裝飾在當中 一般我們理解扶壁 都是一些結構性 支撐過建築物用的元素 不過在我們這個建築物來說 這個扶壁就是裝飾性為主 那屋頂的設計有甚麼特別的 屋頂的設計 其實亦是配合熱帶氣候 你會看到是金字頂 這個亦有一個值得留意的地方 就是雖然我們剛才說了 很多西式的建築元素 但是這座建築物是用了牙頂的 看完金字頂 再仔細一點看 你就會看到在金字頂附近 有一些矮小的齒形 一格格的矮牆 這些我們叫做字碟 其實這種亦是一種建築上的裝飾 令到建築物的望來比較高 前九龍英童學校 在1957年至1991年期間 被尖沙咀街坊福利會遭用 提供教育和門診服務 後來福利會搬遷到後方 在1992年這裡完成復修之後 就成為現在古蹟辦的辦公大樓 專門負責保育本港歷史建築 室內來說 雖然它現在做到辦公室 但其實學校內的間隔 我們亦保留下來 而裡面亦會看到 有一些以前原生的木樓梯 或者房間的間隔 仍然是保留下來的 這棟建築物已經有過八年歷史 維修上又是怎樣的呢 這個紅磚屋以前 其實有不同的年代 有了一些油或不同的塗料在上面 在2015年那次的大修當中 就將這些紅磚上面的塗料 全部剷走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的理解 紅磚本身是會有呼吸的 如果我們加了很多塗料在上面 就像化妝一樣 皮膚呼吸不好 所以為了令磚的壽命延長 或者不要令它有更大的損耗 所以我們當時做了決定 把一些阻礙著它呼吸的塗料 全部剷走 平時這裡會否開放給市民參觀 建築物的外圍和庭園的部分 其實是對我開放的 歡迎市民大眾有空時來參觀 可以逛逛遊郎 欣賞一下這裡的景色 甚至打客戶也無人歡迎 本港這麼多歷史建築 到底怎樣評級呢 其實我們的歷史建築分級 有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我們叫法定古蹟 法定古蹟就是由我們的法例 去保護建築物 而另一方面 有一個行政的歷史建築評級機制 建議評級主要是分成三個大的評級 第一級的歷史建築 其實就是一些具有特別重要的 一些文物價值的建築 我們希望如果可以的話 就盡一切的方法保存這些建築 第二級的歷史建築 就是具有特別的價值 可以選擇性地進行一個保存 至於第三級的歷史建築 其實就是具有藥乾的價值 我們也會看看可不可以 用一些形式去保存 而如果是保存不可行的話 或者用其他方法去記錄 這為之一、二、三級的歷史建築 ister請乾脆 閃光